我从第一天跟FBI在纽约见面的时候 他们给我提了一些名字 我提了一些名字 我提到吴征的时候 当时FBI人笑 哎呀 郭先生能不能提些我们不熟悉的名字 他是小人物 我当时告诉他 我说你记住 有一天你会为这个话 你会付出代价的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再见我的时候 确实你说对了 吴征不是一般人 吴征这样的人摸爬滚打 从小到美国来 编造出他爷爷救了上万个犹太人 以及在美国的一个小学校上学 然后很快的 嫁给一个美国白人的一个第一妻子 利用这个白人的妻子拿得美国绿卡 当时欺骗很多海外华人卖保险 多个民事案 参数他 他都能脱逃 然后吴征又到从美国开始 回去到雅士 凤凰卫视 最后建立阳光卫视 这当时十几亿的中国人 有几个人能做到 吴征在一片丑闻和绯闻之后 都能完全解脱 而且能到美国创立最先进的 这个数据链公司 以及像能走进白宫 能走进当年最时髦的班农的家里边 能找艾利波伊迪 能找斯蒂芬问 在中共国和孙力军市 是从小称大的兄弟 安全部的李东北京局局长 是半个安全部 小安全部 那是一起长大的兄弟 安全部里边一共几 二十几个局长 有一大半和吴征是称兄道弟的 吴征是从小 从上海派到海外的 从小培养的根红苗正的特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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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